保持這個動機 為了利益一切的養心 希望早就獲得佛陀的國位 以這樣的一個動機來監聽 《綜藝保盲論》的第二章 也就是 這個什麼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 《金步宗》的這個部分 好 請大家看到 二十五頁 好 請幫我唸一下 第六 《金步宗》 第六 《金步宗》 一 定義 主張自正分與外界二者 真實存在的宣說小聖宗義者 就是《金步宗》的定義 《金步宗》和《批育師》二者是同意的 在介紹每一個宗派的時候都有 就是三種的根本科判 也就是說 第一呢 就是定義 那然後派別 那然後主張 就是這樣的三種的大港可以說是 那主張的部分 它又可以把它分為三個部分 也就是最主要的三個部分 七 道 果 三種 好 同樣的《金步宗》也是一樣的第一 就是它的第一 也就是說 什麼叫做《金步宗》 那《金步宗》指的是 在它的見解上 可以這樣說吧 第一 就是主張自正分和外界 自正分和外界 它是承認自正分和外界的 那第二呢 並且這兩個法 它們認為是真實存在的 真實存在 也就是說 以中觀來講的話 那以中觀 它們來看的話 啊 以中觀的角度來 啊 什麼 講的話 《金步宗》它們就是 啊 怎麼講呢 就是中觀的對於 啊 中觀中對於《金步宗》的看法 就是《金步宗》它們認為一切法都是自信成立的 真實存在的 就是這樣的一種概念 那然後宣說的宗義呢 就是小城和大城連著之間的 它是宣說的是小城的宗義 所以我們 同社起來的話 它有 《金步宗》 他必須要具備三個條件 第一 主張自正分和外界的存在 第二 並且這兩個東西是真實存在或者是自信成立的 第三 宣說宗義者 那 宣說小城的宗義 不是宣說大城的宗義 所以具備這樣的三種條件的 啊 一個宣說宗義者 一位宣說宗義者呢 就叫做 什麼 《金步宗》 就是宣說 《金步宗義者》 《金步宗義者》 那首先第一 自正分 我們在上心類學的時候已經講過 就是自正分呀 比如說現前 就是七種心類當中的 第一是現前 第二是比度 那現前 它可以分為 《金現前》 《易現前》 《自正現前》 《余切現前》 《余切現前》 那其中的 《自正現前》 就是 在這裡講的自正分是一樣的 沒有什麼區別的 就是在說自正現前 那自正現前呢 嗯 嗯 它是這樣的一個東西啊 比如說 啊 任何的一個心法 它都有兩種的功能 第一 就是 外觀的一個功能 第二 自觀的功能 就是有兩種 那一個心法 它有兩種功能 其中 自觀的功能的部分 就是自正現前 比如說 我們看自己的時候 比如說 我們對 就是一個人 他可以 看外面的東西 這個時候就是 它的作用就是 起到了什麼呢 外觀的這個作用 外觀的作用的時候 他可以看外面的東西 那然後 他可以看自己 一個人可以看自己 可以看自己 這個時候 就是 啊 這個能力就是什麼呢 自觀 也就是內觀的這個 啊 作用 也就是功能 所以說自正現前 它是一個這樣的東西啊 那 自正現前 它是屬於 分別和無分別心 兩種之間 它是 無分別心 那無分別心呢 也有兩種 就是 是 根式 意識 那它是屬於意識 所以說 自正現前 都是屬於 意現前 它是意現前 不管是分別心的自正現前 或者是什麼 啊 無分別心的自正現前 它是都有 都是屬於意現前 它是都有 所以說 啊 進步中 它是認為 有這樣的一個心法 就是自正現前的一個心法 所以說 現前 它是主張四種 也就是 根現前 意現前 自正現前 與血現前 四種的分類 它都啊 就是 承認的 可以這樣說 那為什麼 在這個裡面呢 強調自正現前呢 因為 這個定義裡面 必須要排出 什麼呢 不主張自正現前的宗派 那不主張自正現前的宗派呢 就是 比如說 小青的宗派來講 也就是 呃 批婆沙宗 他們是不主張自正現前的 所以這裡面的強調 這裡面就是 特別強調自正現前 這個 目的就是為了 什麼排出 這個 呃 什麼呢 就是批婆沙宗 那然後外境 主張外境 為什麼要強調主張外境呢 因為 講到這個外境的時候 主張外境的時候 要排出的是什麼 不主張外境的 也就是說 呃 為實派 就是為實派 要排出為實派 所以它的定義的這個 每一個部分都有 什麼呢 就是排除的這個部分 還有建立的部分 就是有兩種兩種 好那外境 強調外境的原因 就是要排出 啊 為實派 那然後二者 真實存在 就是真實存在 為什麼要強調真實存在呢 因為要排出 中觀 因為中觀 他認為一切法都是 沒有一個是真實存在的 沒有一個是地實有的 所以 要排出的是什麼 排出的派系 就是中觀 秩序和應成派 所以在這個定義裡面 第一個自正 這個部分 排出的是 呃 什麼呢 提菩薩宗 那然後第二 外境 排出的是 什麼 呃 為實派 第三 真實存在 真實存在 就是 程序真實存在 這個部分 排出的是什麼 中觀 所以 剩下的 剩下的只有 金部宗 也就是說 佛教的宗派當中 排出這三個宗派之後 那所留下的 只有宣說 中意者 只有金部宗 沒有其他的 所以它的定義裡面 每一句都有自己的 什麼 就是 強調的原因 也就是要排出 什麼建立 就是有兩種兩種的這個 作用 就是金部宗的定義 那金部宗和辟喻師 二指是同意的 辟喻師 好 那這個部分 大家有什麼問題 有的話我們 就是 可以討論 有沒有 可是要請問一下 什麼是辟喻師 辟喻師啊 辟喻師也就是金部宗 宣說金部宗的那個人 宣說金部宗的那個人 因為他們 在介紹 自宗的 雞 道 果 的時候 都是透過什麼呢 譬喻來做幾世 這個是他們的一個特色 所以稱之為辟喻師也沒有什麼的 就是金部宗 可以嗎 可以可以 那個下面市民好像有講 有嗎 有 好 那還有什麼他的定義的這個部分 強調的部分 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問題 有問題的話 直接問出來 後面我們不會留什麼問問題的那個什麼這個時間啊 就是邊講邊討論 就是邊講邊討論 有疑問的話 我們就 這樣討論 沒有 沒有嗎 沒有嗎 沒有的話 我問一個問題啊 外進 外進 指的是什麼 外進應該是指所緣 所緣 那一切法都是外進嗎 不對啊 不對啊 有進不是 你已經答完了 好 其他同學有沒有 其他同學有沒有 請教個系啊 你剛才提到那個 那個 憲田有分是還是正確 但是 他的 中議論裡面有自證分 還有 外進 那麼 這樣是就沒有提到外進了吧 嗯 剛才講那個進步中有 他有 第一次自證分 對對對 外進嘛 嗯 剛才你提到的 他有那個 縣權有四個嘛 對 第四 自證還有餘權嘛 嗯 這個在裡面沒有談到外進 這個部分沒有什麼的外進 對對 嗯 四種縣權裡面沒有什麼外進 嗯 我說 啊 啊 皮婆沙中和金部中 他們 對於這個 縣權的 部分 就是 有一些 嗯 不同的看法 也就是說 在分裂的這個部分 皮婆沙中他們認為 縣權只有三種 根线前 异线前 与其线前 根本不承认自证这个线前 那金布宗呢 他们认为有一个自证线前 所以分类上来说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金布宗他们认为有四种线前 弼婆沙宗认为只有三种线前 那外境呢 外境就是 这个唯实派 他们特别 就是要推翻的这个部分 特别要推翻 也就是说特别要破出的这个部分 好 大家看一下第十四页 第十四页 弼婆沙宗的这个定义里面 大家可以看出来 第一定义 不承认自证而主张外境 实有的宣说小陈宗议者 而他第一谈到的是就是不承认自证 也就是说 不承认自证现前的意思 所以呢 那 弼婆沙宗和金布宗 他们对于现前的分类 就是有不同的主张 弼婆沙宗他们认为只有三种现前 没有 其中是没有自证现前 那金布宗呢 他们认为有四种现前 就是加上那个自证现前嘛 所以色类学和心类学 因类学 这三个课本里面 就是在佛教的宗义当中 最主要以金布宗为主 就是以金布宗为主 来介绍什么 就是色类学啊 这些就是内涵的 他不会特别的谈到什么 弼婆沙宗 还有什么 维使派啊 宗光啊 这些部分 他不会那么强调 这些东西 这些派系的见解 好 那外境是什么意思啊 大家说一说吧 就是一切法 那如果是内心的法呢 它是外境吗 不是 内心是外境还是 内境 所以说 您不要这样字面的解释啊 以字面解释的话 那就不行 外境 所谓的外 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外面 外面的这些万物 是我们心法的一个对境 所以说是外境 还是什么意思 就是不属于内心的情绪 等等件 对不对 心心锁 这个部分 也就是说 我们看不到的 内在的这些东西 除此以外的 外面的 这些东西 是不是外境 外境 外境是指的是 这样的一个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吗 还是什么 好 各位说一下自己的想法 刚才终于在回答 你再说一遍 外境 外境 指的是什么 我没有听清楚 再说一遍 自己以外的一切 好 那比如说 你说的这个自己 就是我们举什么例子 这个例子 就是他自己 除此以外 都是外境 这个意思吗 你说的这个自己 就是有境 就是有三种 心 心法和普特切罗 还有声音 三种 是吗 可以啊 好 可以 这普特切罗 普特切罗 就是 除了普特切罗 以外的法 是外境 是外境 是这个意思吗 那是什么 除了自己以外 你所指的这个自己 不是指的是 不特切罗吗 还是 不属于你自己的 不属于你自己的 你说的 属于自己是什么 是 还是 跟你有关系的 这个属于有 它的 什么 它范围很大嘛 你说 属于自己 就是说 是你自己 还是 跟你有关系 比如说 你拥有的一些东西 也是属于你的 对不对 是这个意思 还是什么 那你说的属于自己 是什么意思 是你自己 还是 当然 你本来就是存在 在你身上存在的 是这个意思 是这个意思吗 比如说 你的五蕴 这些就是你 属于你 那除此以外 都是外境 是这个意思吗 好 那这样的话 我就问一下 那你的手 脚 等等 这个蕴体 它不是外境吗 现在我们 现在我们 现在我们以 经步中来讲 以经步中为主 你的手 脚这些东西 不是外境吗 我问的问题是 它不是外境吗 因为这些是属于你的 那以经步中来讲 它是属于外境的 我认为是这样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个外境的外 它指的意思就是 它的意思就是说 不依赖的意思 外就是不依赖 那不依赖什么呢 它不依赖 我们的意识 所种下的习气的 就是觉醒 而产生的 它不用 不需要依赖 我们的意识 所留下来的 这个习气的觉醒 所以说 这些东西都是外境的 那我们的手脚等等 这些东西 肉体 经步中认为 为什么 他们为什么认为 这些的存在 或者是这些的形成 我们的手脚等等 这些什么 肉体的行情 或者是存在 为什么不需要 依赖 意识 所留下来的 习气的 这个觉醒 为什么这样说呢 他们说 根本不需要 依赖什么意识 这些东西 都是他们认为是 其初 他们是一个 非常威系的一个 就是威尘 然后慢慢慢慢慢慢 这些变大的 变成我们的手脚等等 这样 所以说 这里面的外境的 所谓的这个 外就是 不用依赖 不依赖 意识 所留下来的 习气 觉醒 而形成的 这就是外境存在的 定义 所以说 为使派他们认为 没有这样的一种法 所有内外的法 都必须要 依赖我们的心的 演变 而形成 心的演变 也就是说 心 首先它会留下了一个 习气 那然后这个习气 觉醒的时候 那就会产生 什么 眼耳鼻舌 比如说 色身相畏处 等等这样的东西 那不管是我们的 内心的 心 心锁 或者是外面的东西 他们认为 为使派认为 都是依赖 我们的心 是 所留下来的 习气 觉醒 而形成的 也就是说 一定要依赖什么 习气的觉醒 习气 还没有 觉醒的时候 根本 根本 不会有一个东西 崩溃 根本 不会有一个 法的存在 那他们的意思 就是说 我们 眼睛 一闭下来 什么都看不见 就是黑暗的 我们的眼睛 一睁开 那外面的东西 它就会 照射在 我们的眼睛里面 我们认为 这个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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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认为 它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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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 我 它都出现了 所以这里面 外境 所谓的这个 外强调的是 不需要 依赖的意思 不需要 依赖 不关带 好 那第二步 不关带 什么呢 就是 习气的 觉醒 也就是说 意识 所留下来的 习气 觉醒 所以 金部中 他们认为 有这样的一个 东西 那这些是什么呢 就是外面 我们看到的 万物 就是色 身 香 味 畜 等等这些 色里面呢 它就有什么 眼睛看到的 颜色 形状 那八种声音 等等 这些东西 都是他们认为 都是什么呢 这些东西的形成 它刚开始的时候 没有办法呈现在 我们的眼 而什么 眼视 而是 这样的当中 那刚开始的时候 都是一个什么 他们的因素 就是一个 非常微细的一个 乘 这个乘呢 里面就有 里面就有什么 就是四大 四大组成的一个乘 是非常非常 微细的 那然后慢慢慢慢的 它就接触到一些 另外的 微尘 那然后变成了 两个微尘 那然后又接触到 一些什么 这样 三颗微尘 四颗微尘 等等 那然后慢慢慢慢的 累积 最后呢 就变成了我们眼睛 能看到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 什么 所以金部宗 他们认为 色身相味住 这些东西 都是这样形成的 他们都不用 完全不用 依赖我们的心事 它可以什么呢 它可以仅有 外在的 这些微尘 可以形成的 所以说 主张外境 是这个意思啊 还有问题吗 那也可以 也可以这样讲 外境的 意思是 不需要依赖 心事的 演变 而形成的 东西 就是 外境的 定义 也可以这样讲 因为 微尘派 他们认为 一切法 都是我们的 心 演变 出来的 都是我们的 我们的心 演变出来的 意思就是说 没有心事的 存在 就没有 一切法 一切法 都不会存在的 所以 我们现在居住的 这个地球 那这个地球 为什么他们认为 也是依赖于 我们的心 那这个心 是什么呢 所依赖的 这个心 如果这个心 不存在的话 这个地球 也不会形成 所谓的这个 他所依赖的 心是什么 为什么他们认为 这个心 就是 我们 居住在 这个地球上的 友情的 共同的 业 有一种 共业 有一种 共业 这个共业呢 就是 心 也就是 新心 所里面的 它是一个 心 所 五十一 心 所当中 它是属于 五片形 里面的 丝 就是 丝业 所以我们 造作了 这样的一种 共业 然后呢 我们都可以 共同的 享受 这个地球 可以在 这个地球上 生活 那 清波中 他们认为 完全不是 这样的 他们认为 这个地球 刚开始的时候 是 起初是 什么样的 一个东西呢 他们认为 是一个 小小的 微尘 然后慢慢 慢慢地 变大 慢慢 慢慢地 累积 累积 那然后 变成了 一个 大的地球 就这样 这样可以吗 所以我们造作的 这个业呢 有两种 共业和不共业 就是有两种 那么 我 有两种 问题 是 有两种 那下一段 也就是第二个课 把人念一下 二派别 经部中分为二派 随教行经部中 和随理行经部中 前者如尊奉阿匹达摩 俱舍论的经部中 后者如尊奉 七部亮论的经部中 这个是派别 里面它可以分为 两种的派系 就是派别 那第一种呢 就是随教行经部中 第二就是随理行经部中 那然后前面的 随教行经部中呢 他们就是比较 根系来讲的话 比较顿根的 可以说是属于顿根的 因为是顿根的 所以呢 他们就是尊奉 尊奉这个什么 阿匹达摩 巨事论 这个里面 说什么 他们就认为是什么 主张什么 他们不会去特别的观察 也不会去特别的理论 也不会去特别的研究 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能力 所以只好尊奉 也就是说 字面上怎么讲 他们认为是这样的 没有什么 那随理行经部中就不一样了 他们是根气 以根气来讲的话 他们是可以说是比较立根的 就是立根的 也就是说 他们 他们呢 就是尊奉 七部恋论 为什么他们是立根的呢 因为他们有什么呢 观察 理论 就是纯纯的去研究的 这样的一个能力 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所以呢 在这个阿皮达摩据色律里面 所讲的 他们不见得都承认 都主张 因为他们 他们呢 就是水这个理路的部分 就是最讲道理的 他们不会什么 这样随便的 也不是随便的 就是经典里面 在字面上 怎么说 他们不可能是认为是见的 因为他们就是会研究 会观察 会去理路 等等这样的 所以呢 他们是尊奉的 也就是 法称论师的七部恋论 因为七部恋论 里面 他最主要呢 就是在讲 什么 经部中和 这个为时中的 七道果的这个部分 那在讲节的时候 最主要就是 透过理路的方式 就是理论的方式 来做决定的 这些都是这样的 所以呢 比较就是 有观察的 这个能力的 所以说 经部中的 这个两种分类 经部中的 两种分类呢 第一 随教性经部中 他们是比较顿根的 那然后 随理型经部中 他们是比较有智慧的 比较有智慧的 就是有两种 好 那第三 这个部分有没有 问题 有没有问题啊 这个分类里面的 随教和随理 那以后我们 各位可以这样理解 随教就是比较顿根的 随理是比较利根的 顿根根 也就是说 比较没有什么观察的能力 或者是理论的能力 研究的这些能力的 这样的人就是随教 那随理呢 他最主要 就是 透过这个理路的方式 来讲解 来讲解 或者是 他的什么基道果 都是什么建立在这个 一个逻辑的基础上 所以比较什么 有研究的这个能力 观察的能力 就是比较利根的 所以呢 随教和随理以后 各位可以这样理解 好 那接下来是第三段 三世民 问 为什么称此中为金布宗 或辟喻师呢 答 因为此中不尊奉 大匹婆沙论 而是一位 而以佛经为主 来宣说宗义 所以称之为金布宗 再者 他们以辟喻的方式 来阐明一切法 所以又称之为辟喻师 嗯 其实呢 这个部分已经讲过了 金布宗 为什么称之为辟喻师呢 因为他们是尊奉大匹婆沙论 大匹婆沙论呢 大匹婆沙论呢 它是有七位小城的阿罗汉 他们所写下来的一个句实的这个部分 所以称之为辟喻师呢 而以佛经为主宣说宗义 所以称之为金布宗 金布宗 意思这里面的金布 指的是大匹婆沙论 这个就是金布 那然后宗就是一件的一个论点 尊奉建的一个论点 那然后宣说宗义 这里面的宗义就是 佛教的基大果的这样的一个巨步 就是一个完整 无缺的这样的一个巨步 那为什么说辟喻师呢 他们以辟喻的方式来 常理一切法 所以又称之为辟喻师 这个部分有一位吗 那有一些同学会问 他们会问什么问题呢 就是现在有没有这个金布宗 也就是有布派的 宣说有布派的这个佛教徒 那现在有没有是不知道 那以前 以前呢 有 就是 这样的几位阿舍里 阿舍里比如说 阿舍里 Kumaratha 是一位 她是金布宗的 那然后Siri Ratha 还有 还有Zunbaratha 这些都是以前的 宣说金布宗义者 就是三位阿舍里 那其他的呢 我也不知道 那唯实派的 这个 例子啊 就是唯实派呢 有很多的 就是那个嘛 比如说 陈纳论师 还有法称论师 那然后 有什么 增加古民 那然后 这个 世青菩萨 他们都是 他们的见解 都是唯实派的见解 也就是说 他们都是唯实派的 这个 派系 那中观里有很多 就是指示这个 金布宗的 这个 部分呢 课别里面 就没有提到 特别的 就是 此之部宗见解的 这个不特切 是没有提到的 所以有些东西 都会问 有哪一些 有哪 哪一些金布宗的 还有会问到 现在有没有这样的 水晶布宗的 这个不特切入 有没有 有问题吗 没有的话 那我们就 今天就到这里 那下一次呢 我们接下来就 讲 主张 那主张呢 就是刚才讲的一样 有三种 最主要呢 就是再讲三种 金 到 果 这个部分 没有其他的 那然后 就是金布宗 可以说是 基本上是这样吧 讲完这个主张 有问题的话 就发表没有的话 那我们下课了 贵西拉 您好 我想问一下 您刚才讲的 这个外境 就是说是 需不需要 关在心事演变而成 那就说 对于其他的 就是说我们 对于 中观宗的话 那我们对这个 外境的这个概念的话 也是这样定义吗 一般外境的解释是这样的 其实外境呢 有两种 那另外的一种呢 我暂时 就不想解释了 因为太麻烦了 太复杂 是吗 太复杂 它的定义是 太复杂 那一般 而言的话 一般而言 其实 外境是见局式的 那主张外境的意思 就是刚才讲的那样 不主张外境 也就是说 一切法 都是心理演变 没有心 就不会存在一切法 一切法的形成存在 都必须要依赖心法 这就是无外境的一个概念 所以维使派 他们的基道国 都是建立在 这样的一种概念上面 不管是色相生 未处 等等这样的 基的这个部分 基就是有境 有境 等等 对不对 都是建建立起来的 所以不管是外在的东西 内在的心法 等等这样 他们都是认为 一切法都必须要关带心法 还有吗 我想要问一下 刚刚那个随教型的进步中文 那个随教 那个教它的意思是 教就是指的 就是 经典吧 经典或者是论典 对不对 那随就是尊奉的意思 尊奉也就是说 他们只认为 这个经典里面怎么讲 就是这样 不会去特别的观察 它的含义 是非 或者是取舍 对不对 这样 他们不会去特别的去观察 或者是去理论 讨论 研究 不会 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能力 教 这里面 一般是这样的 教理 对不对 或者是理教 教理 教 觉得就是 经典或者是 论典的 一个根据 那理呢 理路 理论 就是 比较运用什么呢 理论来解决问题 了解经典的内行 这就是他们的一个 什么呢 特别的一个什么 就是特色 所以我们 一般人来讲的话呢 有一些人他特别喜欢去研究一些东西 对不对 特别的喜欢去研究东西 那然后特别他就会 就是理论 辩论 去观察东西 那有一些呢 他就是 不习惯去观察任何的 这样的东西 那然后也没有观察的能力 也没有去研究的能力 即便他 有研究的机会的话 他也没有什么 一研究他就是 进入了这个研究的这个部分的时候 他就觉得什么呢 馒头就是空空的 就是空荡荡的 想不出来什么 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他没有能力 所以我们一般人来讲 也有两种 第一种 就是他 没有什么 没有能力这样的 没有能力什么 他不习惯 也不习惯 就没有能力观察 没有观察的能力 没有理论的能力 没有研究的能力 这样的一种人 那另外的一种人呢 他就有这样的能力 他喜欢观察 也有能力 做什么事情 他都会观察 或者是去领略 去研究 等等这样 有没有 我们人 有没有这样的脸肿 有啊 有啊 对啊 有吗 一定有 所以呢 就是没有观察 这样的能力的人 就叫做什么 就是随教型的 但他不是什么随教型 就是顿根的 离就是 这个里面的 所谓的离 就是理论 观察 研究 有这样的能力者 那叫呢 没有这样的能力 而尊奉 只是尊奉一个经典 或者是论殿的 或者是论殿的 那个 去介绍什么 根基 道 什么 道 基 道果的这个部分 好 叫和理 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我们在判断一个经典的内涵的时候 它有两种的方式 第一 你要有一个经典的根据 这就是理 而不是 叫 一叫 那然后 还有什么呢 你必须要一个 还有什么呢 就是要什么 符合 道理 符合 逻辑 即使你有经典的根据 但不符合逻辑 或者不符合现实的话 那不算什么标准的 这个经典的含义 你必须要放弃 我们不会承认经典 只承认什么 逻辑 所以符合逻辑是非常重要的 一般我们在判断分析一个内涵的时候 就是用两种的方式来分析 第一 你必须要有一个根据 第二 根据 它依靠的是什么 它的背景 就是 什么呢 最标准的逻辑 就是要符合逻辑 这个是理路的部分 也就是说 你必须要有一个准确的道理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承认 或者你 它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是这样 为什么不是这样 如果不是的话 有什么缺点 有什么缺点 如果是的话 有什么利益 等一等 这些部分都要去什么 观察理论 那然后要去研究 这些都是要 必须要符合道理 符合逻辑 那不符合逻辑的话 那你的根据的经典 也没有什么作用 所以 教理里面的这个教 就是比较像那个根据 也就是说 经典里面的 所提到的 或者是 论典里面 所讲到的这些根据 那然后理呢 就是符合逻辑 就是一个准确的道理 所以没有智慧的话 那没有办法 变成一个什么 随理洗的 不特切落 成为一个随理洗的 不特切落的话 你必须要有一个 什么呢 特别的智慧 好 所以这个里面讲的智慧 这个里面讲的理 也就是智慧 它指的是什么样的智慧呢 有观察 有理论 有研究的 能力性的智慧 那观察什么 研究什么 理论什么呢 最近就是四地十六形象 这个就是最主要的 不是外在的一些柱子啊 或者是宝片啊 或者是颜色啊 这些东西不是这些东西 观察的不是这些东西啊 那最主要就是四地十六形象 或者是二地 还有呢 二姿脸 那然后 什么呢 就是三 二姓 就是国位的二姓 或者是什么 这里面要观察的部分 就是基 道 果 这个三个部分 是最主要观察的对境 要去理论的对境 要去研究的对境 所以说这里面的这个教 就是属于智慧 有这样的 对于这样的 这些对境 有这样能力的智慧呢 就是什么 随理性 随理性 有问题吗 有问题吗 可惜啊 我又有一个问题 请要请教可惜啊 那个我们为时钟有提到 为时无尽 为时钟提到 为时无尽嘛 他不承认外境的存在吗 对对对 他不承认外境的存在 所有的外境 就是为时所变 为时所变的 对对对 那如果 如果以西空来讲 他是 他也是一个外境 他也是为时所变的吗 啊 以西空来讲 对对对 他是为时所变的吗 他也是为时所变出来的 西空也是为时所变出来的 对对对 也是外境 不是 他不是外境 因为为时派 他不承认外境嘛 对 所有的法 都是为心事 变的 唯有心事 变 也就是说 他的存在或者心情 都是由我们的心事 所造作出来的 那刚才你提到的虚空 那虚空 他怎么会我们 由我们的心事 所造作出来的呢 对啊 这有些问题啊 好 那我们先谈一下 虚空的定义是什么 然后再了解 进一步的去 什么 探讨 他是 怎么会我们 怎么会我们的心事 演变出来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首先第一步 要看 虚空的定义 请大家说一下 虚空的定义是什么 然后我们再谈 虚空是不是 这是外境 或者是非外境 或者是非外境 遮除爱处之分 对对 可以看 这个 社略学 遮除爱处之分 遮除 那爱处 对不对 爱呢 就是障碍 阻碍的意思 处 就是碰到的意思 那我们 再考虑一下 能障碍的东西 是什么 能够我们的 手脚 能碰到的东西 是什么样的东西 能够我们的什么 手和脚 这些 能够碰到的 能够障碍我们的这个 手脚 色法 这些东西 它只有一个色法 它只是色法 没有没有 没有其他的东西 有没有其他的 我们的手脚能碰到的东西 一定会是什么 色法 对不对 有没有其他的 没有 就是能接触到的 没有 能障碍我们的手脚的东西 有什么呢 只有色法 没有其他的 好 所以呢 遮出 爱 处 之 分 所谓的遮出的 所遮出的部分 就是色法 所以色法 任何的一个色法的上面 它都有一个虚空的部分 因为虚空就是它 关带于色法 而形成的 所以虚空关带的是什么 就是色法 没有色法的话 根本不存在虚空 所以在三界当中 有虚空的界 只有下廉界 五色界当中 根本没有虚空 为什么说 这个我记得 曾经跟大家解释过 五色界当中 为什么没有虚空呢 因为没有色法 没有色法就没有虚空 所以虚空 依赖的是色法 色法当中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 或者是公道的 这样的东西 才是 没有其他的 所以 虚空的存在呢 必须要依赖色法 那色法的存在 或者是心情 必须要依赖我们的心事 没有心事 根本色法 无法呈现在 我们的面前 也没有办法说 它是存在的 因为我们的心 见不到 它就是不存在 如果心能见到 心能认知的话 那必须要呈现在 心里面 一个东西 它不能呈现在 我们的心里面的话 那说明它就是不存在 所以呢 虚空也是这样的 虚空的心情和存在 它就是依赖着什么 色法 色法当 好 这样可以吗 可以 可以 好 遮出什么 爱处之分 这里面的爱处 指的是色法 能够不特起落 能够碰到的 能够接触到的 这样的东西 我们的手可以碰到的 眼睛可以看到的 或者是手可以碰到的 这些东西就是爱处法 比如说 像在我们面前的 就是前面的手机 或者是电脑 它就是一个色法 那遮出 对于这个色法 遮出 爱处的这个部分 就是虚空 所以说电脑里面 就有虚空 电脑的一个部分 它就是虚空 电脑上面有虚空 这个虚空 这个虚空就是电脑 电脑的一部分 可以见说 所以呢 在什么地方存在色法 就会有 就会存在 虚空 什么地方 没有色法 就说明 没有虚空 色法 色法存在的地方 一定会有虚空的 所以每一个色法 所以每一个色法的上面都有一个虚空 都有一个虚空 那那个虚空就是它的一部分 那个色法 那个色法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说电脑的虚空 保平的虚空 可以这样说 保平的虚空 就是保平 遮出保平的 爱处的这个部分 就是保平的虚空 好 那今天就到这里 好